十三屆冠軍騎士偉達 今季開倉揚明立曼 自開羅日至今 先後憑明月勝費 法財寶和輕易佈置 連續三期賽事都有頭馬進將 王喜不仁 其中偉達對意大利騎士 沈娜就最為關照了 在這三場頭馬之中 法財寶和輕易都是由沈娜見宮 難怪每次騎者一提起偉達 都斬不絕口 感激對方的支持 沈娜透露下旗谷草野菜 偉達派三隻馬上陣 可惜沒有他份 但同時期望今星期日沙田賽事 可以再為偉達贏馬 沈娜將會在第六場 四班12米草地賽 拆騎委扣的特省上陣 這隻未勝馬在開羅日 已經跑過一將而身 在四班1000米直路 在沈娜跨下跑到第四名 走勢接近 今仗人馬原裝配搭 掩討重來 增情跑沙田12米 沈娜希望隻馬可以克服外擋的阻力 再為偉達合作贏馬 沈娜說 特省上場在開羅日的1000米 不斷走勢很好 今次加程12米應該合適 希望可以交出好表現